全球局势变化 俄乌打成首份重大协议 联合国盛赞 这是希望灯塔 各位网友大家好 我是乔永华 欢迎收看永华观点 今天咱们就来聊一聊 局势生变 俄乌首份协议签署 自从俄乌冲突发生以来 随着时间的向前推进 粮食危机开始在许多国家显现 特别是哪些对进口粮食极度依赖的国家 饥荒这个词已经变成了现实 毕竟俄罗斯还好说 粮食种植影响不算大 但乌克兰作为同样的粮食出口大国 其影响是相当大的 所以国际社会一直都在寻求解决这件事的方案 可惜因为战争的原因 即便俄罗斯多次呼吁乌克兰 大家坐下来谈俄罗斯愿意给乌克兰提供粮食运输的通道 但在西方的影响下 这件事一致都没有成功 就在最近这件事情终于解决了 俄乌在粮食问题上正式签了一份重大协议 据媒体报道 在土耳其的前线下 俄罗斯和乌克兰代表在伊斯坦布尔 分别与联合国代表 土耳其代表签署了一份三方协议 主要内容是让粮食顺利通过黑海港口输送到全球各地 虽然这不是俄罗斯和乌克兰双方在同一份文件上签字的协议 但是从母主意义上来说 这也算是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 自俄乌冲突以来首费重大协议 最重要的是 这份协议是没有美国干预 没有任何西方国家的干预情况下 即使不在同一张纸上签字 但这件事情的意义极为不同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文件签署后 就公开表示 这份文件让黑海上有了一座希望的灯塔 自从俄乌冲突进入第六个月之后 在有关如何解决冲突的问题上 国际社会的讨论越来越多 不管是泽连斯基还是俄罗斯 其实都不敢信任对方 乌克兰被西方已经洗脑 自己毫无自知之明 俄罗斯则是认为 乌克兰没有权利自己做主 也就是说他做不了主 也不认为他们能够做出对他们自己有利的选择 因为都是被美国给控制住了 但是这次粮食协议却是一个很好的试金石 只要俄罗斯和乌克兰愿意按照协议理行约定 俄欧有可能会继续坐下来谈判 商议停火的问题 所以这份协议可谓是意义重大 值得一提的是 这份协议除了对俄乌冲突具有重要意义以外 对全球战略格局的影响同样也具有重要意义 这份协议主要牵头人是土耳其和联合国 签署地点也是在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 全程没有美国以及西方国家的支持点点 所以这也就意味着国际社会已经明白了 美国是彻头彻尾的祸乱之源 任何问题只要有西方参与搅合 要想解决难度必然会加大 所以这次俄乌签署的重大协议显然就是一个很好的尝试 这也说明一个问题啊 地球没有美国这样转 因此必将进一步撼动美国在国际社会的地位 全球战略格局也必然会发生巨大变化 所以啊 或许正因为这份协议意义重大 这份协议也十分的脆弱 实施起来依然有一定的难度 如果乌克兰不能坚持自己的做法 只去听信美国的洗脑改变了想法 那么这份协议只能作废 同时啊 美国也不希望这份协议顺顺利利 因为美国还要显示出它在联合国中的绝对地位 心想啊 没有美国参与的这件事情 怎么能那么容易成功呢 所以啊 对于这份协议的未来 还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 今天这个话题就聊到这里 欢迎大家留言交流 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